词曲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堂我们讲到张良复仇, 后半段还有一些补充的资料尚未讲完, 现在就为大家继续介绍张良, 他当时顾请了大力士在渤浪沙这个地方要突击秦始皇, 后来因为事迹败露,于是张良,他就引明埋姓就游走到夏培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皇室老人。 这一则典故,深信大家也都能耳熟能详。 这个故事是说道,有一次张良他在夏培这个地方的一座桥上, 在那里信步走着。 就在旁边有一个老者,他就坐在桥边,在桥上, 故意把自己的鞋子就丢到桥底下。 看着张良就跟他讲道:"年轻人,你去帮我捡起来吧。 张良,他原来看到这个老者故意把鞋子丢到地上,丢到这个桥下, 然后再叫他下去捡上来。 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气愤,当时真的很想做这个老者。 可是后来心里一想,他是年长之人,是长辈,马上这个气愤就消了。 所以就到桥底下去把鞋子捡了起来。 捡上来之后,老者就说:"把我给穿上吧。 要张良再给他穿上。 张良于是再想一想,不穿上这个事情只有完成一半。 所以就常跪很恭敬地在老者面前把老者这个鞋子套上去。 老者看到张良如此,也就非常的高兴,哈哈大笑,漫步走去。 留下张良,目光炯炯地目送这个老者,呆立在那里。 可是就看老者走了不远之后,他又回来,跟张良讲道。 说,"如此可骄也",就是赞美张良,是一个可造之才。 他就跟他讲道,后五日,天明,桥上见。 张良果然五天之后,天亮之时,就赶到了桥上,要会见老者。 想不到老者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老者,老者非常地生气说,"后五天再来吧!" 希望他后五天的早晨一大早就能来赴会。 经过了五天。 经过了五天,张良,鸡鸣则起,听到了鸡叫的声音,就赶紧来到了桥上,要见老者。 不亦老者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老者还是很生气地说,"怎么可以比我还晚到呢?" 所以老者就在跟张良吩咐,后五日再会。 后五日你再来吧。张良两次都比老者晚到,所以也非常地后悔。 所以,第三次的会面,张良半夜深夜,他就起来了,赶紧到这个桥上来等候老者。 不一会儿,老者就来了。 老者从秀里头取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太公兵法》。 张良看得非常地高兴,就跟他交代。 十年之后你可以王者星,这个望者星就是你辅佐的这个主人,他将来可以称王天下。 十三年后,你到冀北的古城之下,有黄石,此黄石乃我也。 就这样给张良交代。 十三年后,在古城相会。 张良得到这一本兵法之后,日以继夜浅心的研究。 那么这个兵法碰到张良,他很好学。 所以在他学的这一段十年当中,学得相当的深入。 可是在当时,没有人赏识他。 唯独碰到了佩公,就是刘邦。 刘邦屡屡屡屡屡接受张良的这些兵法,这些计策,计谋,所以屡见战功。 张良也因此获得刘邦他的肯定跟器重。 果然十年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 虽然封他为刘侯,但是张良他懂得进退。 于是,他在十三年之后,他就一约来到古城山下。 也见到了皇室,抛弃了这个功名利禄。 所以这个张良,他当时如果没有遇到以上老人,相信他的兵法就不会那么高明。 而他当时,他能驱救,能忍耐,能谦卑,受教。 所以才能让这个张良,他到后来还能功臣身退。 的确是相当的难得。 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很难谦虚受教。 而古人的世人,读书人,读书乃在世里。 所以张良,他能在这个时候接受老人的这个考验,也证明了虚心的人,肯学习的人,他都一定有成就的。 张良,张良复仇,就为大家介绍到此。 请继续看下一则故事。 《记信代死》。 请看四句。 《记信代死》。 《记信代死》。 这一则故事讲到。 汉王刘邦有一次被处围攻在汉阳里头,困在汉阳这个地方。 眼看情况非常的危急。 这个时候,寄讯,寄信。 他为了解决,让汉王刘邦能脱困。 所以他就出了这样一个策略。 愿意乔装成汉王刘邦。 愿意自己出去牺牺牲,然后让汉王能顺利逃离。 这一则故事也相当的感人。 请看课文。 《记信代死》。 《看诚文谋寅寅日期》。 汉王不能脱。 此地讲道,当汉楚 矫正的非常厉害的时候, 项羽他把刘邦困在 营阳城这个地方,动弹不得。 眼看汉王岌岌可为,而纪信他当时为汉王麾下的大将军。 他看到这种情形,非常钟爱他的主人。 于是,信乃自情,与汉王异服,成汉王居,黄屋作独,出东门以狂处。 于是,纪信他就自请自己向汉王。 请汉王能把衣服给纪信穿,也就是调装成汉王, 称着汉王的车子,插上这个汉王的旗子,从东门以狂处。 奔出东门以后,大声的喊叫自己就是刘邦。 他这样的计策,汉王答应了。 我们深知,这个策略一出去,肯定是必死无疑。 因为你在狂处之后,你这样疯狂的叫喊,一定会被试破。 被项羽试破,那么只有一死而已。 所以可见,寄信当时他是如何的忠贞,如何的勇敢。 那么这个黄屋作独,黄屋所指的是天子的坐居。 天子的车子,左读就是在这个车子上面,左边插着一只旗子。 这个旗子是用李某的牛尾去做成的,一个很大的黄色旗子,代表天子。 而这一部车子,寄信乘在上面,他从东门出奔,他就大声的叫道,我就是刘邦。 围在旁的储兵,看到,非常的高兴,误认为刘邦没有办法抵挡。 所以都非常的狂欢,非常的高兴。 那么汉王在从这个时候,从西门逃跑。 请接着再看文。 汉王,汉王,沉建,出西门而盾,信遂被焚。 汉王看到寄信,他已经从东门狂奔出去。 他赶快趁快趁此机会,趁这个楚人没有注意的时候,从西门而盾。 这个盾就是赶快逃跑的意思,赶快盾走。 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契信他被识破了,于是被活活的焚死。 后立庙于顺庆,曰忠祐。 告辞云,以忠殉国,带君任患,拾开汉夜。 后来,寄信他就被汉王,立庙于顺庆这个地方,称作为忠祐祠。 旁边还有告辞,这个告,告的意思是皇上所昭告,称为告。 告辞云,以忠殉国,带君任患,拾开汉夜。 这个告辞他就讲说,他是以忠为国捐躯,带君任患。 他代替了刘邦来接受这样的灾难。 如果没有他当时的勇敢训练,训职,汉朝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就建立。 当营阳城,当营阳城被围攻的时候,可以说紧急,非常。 既信他身为大将军,可以说出生入死,就跟着汉王。 眼见情况如此的危急,于是既信他不忍心汉王束手就擒,就这样被逮捕。 所以他就愿意习牲自己的生命,来搭救汉王。 这是人也,是人的最高的表现。 所以孔老夫子讲道,有杀生,杀生已成人,无求生已害人。 既信可以说,既信可以说人之质疑。 那么,知楚人之无事,乃义服狂之质也。 既信他知道,楚人有勇无谋,没有质事,乃义服狂之质也。 所以,楚人在被既信这样玩弄之下,等他们会这个了解之后,为时已完。 成汉王居,坦然已赴死,永也。 而既信他义服,成着汉王的座居,坦然已赴死。 很凛然,很凛然,非常勇敢地,誓死如归。 这样的精神,可以说是永到极处,非常地勇敢。 一举而三达得坚全。 其仅忠而已灾。 既信他这样的忠贞,可以说是三达得坚全。 至仅忠,持人如仅糟封。 在里头,其仅仅只有钟而已。 的确季信 他这样的忠贞牺牲 非常的值得 也真的是为汉开了积业 季信代史就为大家报告到此 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 苏武牧羊 请看图像四句 苏武持节 灭穴参瞻 墓堤海上 一十九年 苏武牧羊 这一则故事 深信有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对于苏武 喝着穴 下穴这个穴 灭穴 参瞻 咬着穴 吃的是毛 动物的毛 他这样又能活下 而且在北海上 墓堤海上 这个堤 堤是属于公羊 当时匈奴把他放逐到北海 给了他一些公的羊 为的是让他绝后 羊会衰老 衰老就没有办法繁殖 他希望苏武就在那里自生自灭 他希望苏武就在那里自生自灭 支持他在北海十九年 故事相当的感人 请看课文 苏武 汉 汉 苏武 耻解送匈奴 适归 汉朝在汉武帝的时候 将遇版图非常的辽阔 北方的匈奴在汉武帝来讲经常的这个侵犯 所以汉朝也经常出兵攻打匈奴 而匈奴在禅于即位的时候 他就派使节来到了汉 希望能朝贡 也介意拉拢彼此之间的邦国友谊 在当时匈奴就派了大使过来 而汉也要回礼 就派了苏武护送着他们回匈奴 池阶这个阶在古时候 国与国之间邦国与邦国之间 他的互相往来的信物称之为阶 结看起来呢就有点像这个一个拐杖一样 上面呢有一个像磕得像龙的头一样 还挂着一些睫毛有精毛 所以这是古时候的一种 使节交换当时的一种礼物信物 苏武他被派遣到匈奴的时候 本来一切都相当的顺利 可以返回汉朝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却发生了匈奴内部有人叛变 而叛变的人很不幸 跟苏武一道去的副使 当时张胜是旧事是认识的 于是张胜被连坐 苏武也脱离不了干系 但是苏武他面对这样的情景 他义正词言 他表白他并没有跟这一干人是同伙的 而残余在这个时候 他也派人来游说俗武 请看课文 残余欲祥之 武引刀刺刺 弃绝半日使席 在这个时候 残余他借这个机会 就想让这个苏武他能投降 就派了一个叫魏律的人 去劝苏武 魏律他劝苏武的时候 苏武他说我宁死不屈 很快的把身上的配刀一取出来 就自己自刺 这样的举动让这个魏律 非常的惊吓 刹那之间血流满地 不得已这个魏律赶紧来救他 经过半日之后 从昏迷当中的苏武 才渐渐的醒了过来 残余看到苏武 他是这么智洁高超之人 更加的敬仰他 亲慕他 所以就用礼 用这个情 希望能借这个情 因情来示好让苏武 能投降于匈奴 可是苏武他智洁凛然 他绝对不辩解 匈奴没有办法 禅女没有办法 于是幽至大教中 武灭穴与沾毛 胭脂 残余他看到苏武这么忠贞 这么爱国家 所以没有办法 就幽至就把他关起来 关在大教中 大教就好比是地牢一样 就把他关在地牢里头 而且不给他食物 希望这个苏武在里头 就活活地饿死 苏武在里头涅血 里头什么都没有 卧在冰上 肚子饿了 吃血 没有东西吃 有毛 有动物的这些毛 有毛毯就吃这些东西 经过了数日 胭脂就是吃的这些东西 经过了数日之后 残余 他们误以为苏武 一定活活地 饿死或者冻死在里头 想不到几日以后 打开地窖一看 苏武竟然还活得 好好的 于是大为吃惊 把苏武 奉为 视同如神人一样 不是人 好比是神 神仙下凡 不是一般的凡人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眼见苏武 没有办法 投降 于是 海上没有人 没有人烟到之处 使木笛 给的他一些羊 笛就是指公羊 就跟他讲道 如果这些羊 他能俘虏 你才能归来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苏五被流放在此地 没有东西可以吃 绝野蜀 在此地只有一些野生的动物 就去发掘 挖掘野蜀来吃 去草食 而食之 只要有草的地方 有植物的地方 他就去栽取 因为没有食物 唯一能吃的就是草 还有野蜀 这一类的野生动物 可见他的生活 在当时 核起的艰辛 这样经过了五六年 有一次 蝉鱼王 他的弟弟 叫看王 他刚好 到北海 这个地方 打猎 竟然 发觉 苏五 仍然健在 看到他生活 的确相当的艰辛 几乎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活下去 而苏五 在这五六年当中 每天 扶着 带去的这个结 希望有遭一日 他能再度的回到汉朝 回到汉 来把这个完成使命 所以 他当时 我们就知道 他能活下的 活下的这个 最主要的 依靠 就是每天 辅着这个经节 辅着经节 犹如 面见汉王一样 他不愿意 他这个使命 没有完成 所以六年来 他在北海 辛勤地生活着 遇到了 看王 看王 看他如此的辛劳 所以就默默地 给他了一些食物 还有补充了 一些牲口 让他得以改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看王 看王 看王三年之后 也过世了 虽然给他不少的 这些衣物 还有用品 还有牲口 羊 马 这一类的牲口 但是 由于有人 已经知道了 所以 他在一戏之间 他这些东西 全部被偷走了 所以苏武 他要回复到过去 那样的艰辛生活 这样的日子 过了 到了第十一年的时候 经过十来年了 禅渝王 对于苏武 仍然不死心 也希望他有回 这个回心转意 能投降于 匈奴 于是派了 李灵 李灵 当时也是汉朝的大臣 是一位将军 可以说 非常的饶勇 很善战 是李广 将军的孙子 在苏武 到了匈奴的第二年 李灵 因为攻打匈奴 失败了 所以他就被 匈奴给抓走 于是投降了匈奴 但是李灵 他也是一个 有羞耻之人 他不敢面见苏武 因为苏武 他是宁死不屈之人 而在这个时候 李灵 他受禅语之命 他就前来 劝苏武 希望他能投降 李灵 他就说道 你在此地 哪有信义可言 信 还有义 在此地 没人见到 没人看到 此地人海茫茫 你几时 能归于汉朝呢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跟苏武讲 又讲到 人生 如朝露 人生就好比朝露 一样的短暂 你何苦 自早苦吃 在此地 已经十余年的 李灵 李灵 他语重 心肠地 跟苏武讲 可是苏武 他的品超 非常的高 他就讲到 他说 我苏武 今天 父子两 受到国家的恩宠 我今天 能受封 于朝廷 得到了奉祿 尽忠 臣尽忠于主 那是应当的 就好比 儿子 侍奉他的父亲 是应该的 今天 父亲 有难 儿子 赴汤 到火 都是 在所 不喜 所以 他就跟 李灵 表示 今天 我 如果 可以 即刻 为我的 君主 牺牲 我都 甘之 如意 他这样一讲 李灵 他非常的 难过 马上 跟苏武 说到 他呢 最和其的大 他竟然 苟且 偷生 非常的 伤心 也很感动 苏武 他这样 气节 凛然 一片 赤诚之心 终于 汉潮 李灵 回去之后 他就交代 他的妻子 照顾 苏武 又送了很多 衣食用品 还有这些 牛羊 能帮助 他在这里 过活 经过了 经过了 十九年 这样 这样长的时间 最后 苏武 才回去 而在其中 李灵 曾经 跟苏武 说到 说 汉王 汉武帝 已经 崩阻了 已经过世了 这个时候 苏武 他非常的 伤心 难向 天子 就向南 哭泣着 每天 哀嚎的 哭泣 非常的 难过 伤心 到了 欧血 吐血 可见 苏武 他是 多么的 忠于 他的君王 最后 汉跟匈奴 他们有 这种 和解 和亲的 关系 最后 才把 苏武 引回了 汉朝 回来之后 人世皆非 他的儿子 也因为 之前 连坐 而死 妻子 也改嫁 而他壮年 奉派 出使 匈奴 回来 已经 垂垂 老矣 白发 斑斑 看到这样的 情形 当然 当时的 皇帝 非常的 心疼 于是 就很 优厚的 送了他 很多的 东西 犒赏 他 许多的 财物 但是 苏武 他 分毫 不取 家里 没有 留半滴 的 财产 把所有 皇上 所 犒赏的 这些 财物 全部 分送 给 故旧 亲朋 好友 等 苏武 最后 在 八十几岁 才过世 天下的人 对他 真的是 敬仰 不宜 不但 在 汉 赢得了 全 汉人的 敬仰 在 匈奴 这样的 国家 也赢得 匈奴人的 尊敬 所以 苏武 他这样的 牺牲 也真的是 非常 有代价 所以 居十九年 请看文 居十九年 得还 宣帝 四绝 观内侯 苏武 在 北海 这样 一住 就是 十九年 在那里 涅血 掺 沾 实在是 非常的 困难 艰辛 回来的时候 皇帝 赐封他为 官内侯 徐子敬 为 苏公 之忠义 真 千古 无良者 徐子敬 先生 讲到 苏武 他这样的 忠义 精神 真的是 千古 无二 真的是 空前 也是 绝后 是 思 居 北海上 冰天 雪 较中 人 身 必须 知 衣 食 住 三子 亦 无 所有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之下 他如何过活 而 积年 既久 依然 无恙 岂非 忠义 隔天 有鬼神 呵护也 而 一几年 是 这么久 是 十九年 依然 无恙 这不是 忠义 隔天 不是 他的忠 他的义 感动天地 冥冥当中 有鬼神 来保护吗 义 其 心中 浩然之气 由以 致之而 或者说 在他的心中 有浩然的 正气 所以 才能 让他 在 十九年 当中 身体 完好 无恙 最后 完成 使命 回到了 汉朝 苏武的 智节 我们 读了以后 真的是 感动 不已 真的是 与日月 同光 垂流 青石 苏武 沐阳 就为大家 介绍到此 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 日地 日地 赌 康 请看四句 日地 杀志 恶其 淫乱 怨富 或光 不使 清旱 金日迪是汉朝时候当汉武帝的逝者。 日迪为什么会杀他的儿子呢? 原来金日迪他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是为宫廷里的宫廷里头的弄儿。 那么在汉朝弄儿就是专门在皇帝面前或者太后母后给他们游玩用的, 因为孩童非常的天真浪漫。 老人家闲耐无事逗逗他们玩也是相当的快乐的。 金日迪他的儿子当时就在后宫里头当弄儿。 有一次孩子玩得太凶了,太过活了,跟工人玩得太尽兴, 所以不守礼。 他的父亲金日迪看了非常的生气, 认为儿子不礼貌,没有规矩。 所以就把儿子给杀了。 可见他是一个非常谨慎之人。 而皇帝见他这样的谨慎, 所以更加的敬仰金日迪。 看到他骄子这么严谨, 所以武帝当时有意让金日迪做太子的老师。 但是金日迪他讲道,他是匈奴之人。 如果我今天来做这样的职务, 恐怕会让匈奴之人来亲笔汉朝。 所汉秧秧一个大国竟然没有人才, 要用匈奴之人。 于是他就当霍光的副手。 请看课文。 请看课文。 日迪赌慎。 汉金日迪,本匈奴王子, 入汉为皇门养马。 汉朝的时候,金日迪, 他本来是匈奴, 修徒王的太子。 入汉,这个入, 表的是归汉, 归汉, 就投降于汉朝, 为皇门, 皇门养马。 皇门在当时是一个官署的名称, 专门, 专门养这个驸马, 皇帝坐车的驸马。 所以他当的这个职务就是照顾监督这些马。 其长子, 其长子为五弟弄儿, 与工人戏, 低怒杀之。 有一次, 有一次他的儿子, 他跟宫里的人, 戏就是游玩, 玩得太超过了。 所以, 金日迪, 就一怒之下, 将他杀死。 弄儿, 方才已经介绍过, 就是在帝王后宫里头。 这些孩童, 年纪小小的, 模样相当可爱。 在那里嬉戏游玩, 在皇帝面前, 或者太后后妃面前, 娶欢于帝王。 所以当时, 就有这样的弄儿, 这样的名称。 金日迪, 看到自己的儿子, 如此不守规矩, 所以就一怒之下, 将他杀死。 尚为之气, 而心静日迪, 遇纳其女后宫不肯。 尚, 就是指皇上。 皇上因为, 金日迪, 这样, 就把自己的儿子杀死。 所以, 内心当中, 非常的静默日迪。 于是, 也想弥补这个日迪。 所以就跟他讲道, 遇纳其女, 很想纳他的女儿, 到后宫当嫔妃。 但是日迪, 他不是一个贪图名利之人, 所以, 他没有答应。 尚并, 主, 霍光, 辅, 哨子。 光, 让日迪。 迪曰, 陈外国人, 是匈奴清汉, 于是遂为光复。 上病, 就是指皇上生病了。 当帝王的, 如果自己知道生病, 第一个想到, 就是接班人如何来培养。 所以, 五帝在这个时候, 他就嘱咐, 霍光, 来福, 这个福就是来教导, 来辅佐哨子, 就是太子。 但是霍光, 他非常的客气, 他就介绍, 应该给日迪。 日迪, 他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人, 一定可以好好的教导太子。 但是, 今日迪, 他就讲道, 臣, 外国人, 我是一个外国人, 是匈奴之人。 如果我当这个职务, 恐怕会让我们匈奴之人, 来嘲笑, 轻视这个汉朝。 所以遂为光复, 于是他就当护手, 来辅佐, 霍光, 来教导太子。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把后面的战论为大家解说。 他说, 今日迪, 他的确是一个表现非常难能可贵之人, 尤其他是匈奴之人, 最后他还能以汉朝为作为他的一个忠贞的国家。 那更是南中之南。 后半段的结语, 下一堂再为大家介绍。 我们下期再见。